下一个是地理老师教过的事 台湾海峡附近的海域 他是谁 先跳起来的人可以随便挑一个 越后面就越没得挑 A B C 朱一是谁呀 A B C 朱一是谁呀 先站起来的人就可以挑一个回答 后面的就没得挑了 越后面就越没得挑 来这位 我来这样看对不对 那我们为什么有了三有了八啊 为什么我要找女生 找不到女生 3号 3号 小老师大人 可爱小老师大人来 小老师大人 你挑一个 起来啊 你先来你告诉我 你要挑哪一个 你要你告诉我你要挑哪一个 你要挑哪一个 啊 C C是谁 C叫做太平洋 你挑C太平洋 你挑C太平洋 好 再换 帅哥男有吗 36 36 36号 来 挑一个 挑一个 你要挑B B是谁 B是谁 B台湾海峡 B台湾海峡 好 再来 再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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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one 1号 1号 挑一个 你要看喔 这还要看喔 你要挑猪喔 猪叫巴斯海峡 猪叫巴斯海峡 你做 还有还有一个A跟E 还有一个A跟E 帅哥男 22 22 A跟E 挑一个 A跟E挑一个 你要挑谁 E谁 E叫南海喔 最后一个没得挑的 最后一个没得 6号 最后一个没得挑的 A是啥 东海 请坐 东海 啊这个就是 讲义上写那段话 就是讲义上面可以写 台湾岛四面 環海 东陵 太平洋 北街 就这段话 OK 好 讲在干嘛 讲 台湾四面环海 来 地理老师 公民老师教 带来的航运 啊什么什么 然后经济带有什么什么状况 什么事 这个是地理跟公民教的 地科老师要教你的事情 这些海洋 影响了我们的 气候跟雨产 我们后面就会给你带 怎么样影响我们的雨产 怎么样影响我们的气候 所以呢 地科老师教 四面环海 影响我们的气候跟 雨产 就是了解一下 了解 那细节都是 后面才会跟你说的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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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